我們是一個團隊就像在拔河比賽一樣 團隊每一個分子扮演自己好的角色 大家齊心齊力 同一個方向要贏得勝利 所以團隊每一個分子 我們大家一起並肩作戰 一起加油 朱主席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總教練 那昨天金普聰在記者會上的時候 是將他的定位為球隊老闆 市長認為說是不是有點民生暗將的一回 球隊每一個人的角色 其實最重要是為我們球隊盡一份心意 所以角色的扮演最重要是 我們大家都能夠團結在一起 尤其朱主席在這次選戰裡面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在黨部 尤其在指示方面的溝通跟協調 所以每一個團隊每一個人的扮演角色 不會因為他的職稱而有所改變 大家都會同心其力一起面對這場選戰 金執行長也擔任過秘司長 他對選舉以外 對地方的生態其他非常的熟悉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 面對地方的好朋友們 我們都會宣揮的去請教 也會領起更大的共識力量 尤其我個人最重要的是 我要不斷的去努力 讓大家能夠團結在一起 共和面對這場選戰 其實我跟金執行長 我們都做了很多充滿的溝通 我們面對這場選戰 尤其在兩岸 一定要用對話務實交流的方式 在我們法治化透明化 更重要民主化的構成當中 展現兩岸之間 期待我們都能夠因為不斷的務實交流 能夠穩定讓台海能夠降低衝突 這也是我們的目標跟信念 在兩岸之間 其實共和黨在主政的過程當中 從共和的經驗裡面 我們有能力去面對這個問題 尤其我在以前在兩岸共黨 也有合作的經驗 我們面對兩岸之間的關係 我們一定會用對等跟真理的方式 大家好好的固執的做好交流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有做有準備 所以不管我們現在所關心的 從EPA以及後茂跟胡茂 以及教育文化跟經濟 我們一定做好準備固執的交流 在這段時間 非常謝謝很多關心韓國瑜 也關心我的好朋友們 其實韓國瑜跟我的溝通到現在的無愛 我們都會面對共同的一個價值 守護中華民國 讓台澎金馬這塊土地會更好 所以這個價值會讓我們新年薪更在一起 從民進黨一直在操弄 新北市從板橋的幼兒園 到戲子的幼兒園 不斷的抹黑跟造謠 造成社會失戀 家長跟幼教老師感情沒有辦法互信 也造成社會人心的互動 這個傷害是全國的所有的孩子們 跟家長跟幼教老師的傷害 這個傷害可以從昨天 事件很快一試的高效率的 證明 完全沒有這回事 那板橋幼兒園事件 我相信 事件很快有效率的都已經做出 真相沒有這回事 那 新北地節我相信 應該很快就會有一個答案 我只是在說 這個事件從頭到尾就是 謀黑造謠烏龍用假信息 為了政治個人的利益 民進黨不斷的操弄 傷害了所有我們 國人之間 彼此之間的信任的感情 也造成社會人心浮動 民進黨該出來道歉 也該負起責任